來 說到這個農曆七月即將來臨 我們在七月的時候 該怎麼樣拜拜 才能夠讓我們平安順利 這就要請教朱老師 老師 農曆七月再來 阿伯要不要拜拜 我們每年都要重複的 跟觀眾朋友再複習一下 農曆七月一號 就是我們所謂的鬼門開 鬼門開這天 我們就要拜神明 祖先跟門口 這三個一定要拜 我跟你講 神明跟祖先 就是早上拜 對 拜門口的話 拜門口就是我們中午十二點過後 我們拜門口 為什麼要拜這個門口 其實拜門口不是 讓小兄弟去吃飯 不是嗎 對 拜門口的意義就是說請 譬如說你家每一個人都有祖先 那就拜門口請七月一號 開始鬼門開 所有人的祖先 所有的什麼元氣等什麼都會回來 所以我們拜門口 是迎接祖先回來的 對 所以大家不要怕說 我拜門口剛才會去叮一下 不是 那一般我們在拜門口 就是要請祖先祖德回來 或者是過往的爸爸或誰回來 那七月是他們放假月 所以要請他們回來一起用餐 那再來呢 農曆的十五到三十號這邊 就是我們所謂中原普渡 是 我們開始就是我們就要拜門口 那拜門口再來拜地基祖 那第三在農曆的七月三十號 鬼門要關的時候記得喔 要送眾多無名的眾生回陰間報道 然後要拜一樣跟這個初一一樣 要拜神明祖先跟門口 對 那我要現在要慎重講一下 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又會有一個疑問喔 說我們家沒有祖先要怎麼辦 對 沒有祖先要怎麼辦 如果說你在農曆的七月 你們家沒有祖先要怎麼辦 那你記得你就要到我們坊間 有時候賣這種立牌 就跟祖先排位這種立牌 就代表你家的 你家的 因為你沒有供奉 所以這是一個隨緣的方式 就象徵嘛 我跟你講每一個農曆企業 每一個人只要有祖先喔 他都一定會回去找你們 所以你記得一定 在外面拿得到的東西 你就是讓 而且不用在家裡辦 你就一樣在門口拜 到門口拜 那好車下不是好車好在 因為我們下午要 要去拜 拜這些祖先 然後再把他請回來嘛 那你記得 沒有祖先排位的人 一定要有這種東西 或者說你自己弄一個紅色 紅色的一張紙都可以 那寫什麼立代祖先 什麼姓立代祖先 對 譬如說林氏立代祖先 然後 是要立代要不要加堂上這樣 要加堂上 什麼姓然後立代祖先 老師就像我這樣子嗎 因為其實我在馬來西亞的家 是有排位 不過我在台灣這邊沒有 所以我在台灣就要這樣子做 你OK啦 爸爸媽媽那邊有拜 你家那邊有拜就OK了 那邊要拜就OK 台灣這邊就不用再 因為你有時候還是要回去嘛 對 不過七月不會回去啊 沒有 我說你如果七月沒有回去 你就 你自己不用這樣弄 我是說有家庭的 你爸爸媽媽家裡有 長輩在做就OK 沒有的話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好 我是說有家庭沒有祖先排位的 一定要這樣子 那記得如果可以的話 到外面 到外面可以買得到 你就用中藥 譬如家裡一定有糖尿病 什麼中風什麼病 什麼往生的 那你記得剛好農曆七月 我們再幫他做一個藥療 像這種也是屬於那種藥供 那你就要幫他做零療 你不是請祖先先回來 因為祖先回來 譬如他中風被拒絞 然後回來也是一腳亂一腳亂一腳亂 一腳亂一腳亂一腳亂 所以你要幫他做一些零療 這是要告訴大家的一個重點 好 謝謝祖老師 來 接著請婉安老師 來告訴我們 在信仰有哪些小祕法 可以讓我們心想事成 對 因為大家心裡 一定都會有一些願望 那這些願望呢 可能是非常簡單 不一定是眾樂透什麼 可能只是希望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或是有個好的桃花等等 那我們就教大家一個 心想事成的方法 首先呢 我們先找一枚金 你要純金的 或者是用各式各樣精密都可以 然後呢 你可以去四面佛那邊 拜拜許願 或者是上面有四面佛的 佛壇的一個圖騰 台灣也有四面佛 台灣也有 因為四面佛呢 它其實代表是大凡天王 它掌管了榮華富貴 而且呢 它素孝靈驗 也就是說任何願望 它都可以很快的成真 並不需要等個十年或八年 就是說很快 素孝 立刻成真 譬如說你的願望可能是眾樂透 那這個願望太大 可是你的願望可能是希望 明天應徵工作很順利 這種願望就會很快靈驗 再來呢 保平的圖騰呢 也平常日常生活可以運用 因為它也是佛教的法器之一 代表心想事成 大象呢 很多人都知道 到了泰國 很多地方都看到大象 大象就代表一種財富 一種象徵 然後法輪呢 也是可以保我們的平安 尤其在七月的時候 那首先呢 譬如說我們示範哪一個金幣呢 你可以先對著它許願 譬如說我們的願望是希望三天以後呢 我這個應徵工作很成功 可以順利呢 進入這家公司來工作 然後這個工作能夠穩穩蕩蕩 許願之後呢 就把這個金幣 放在隨身看得到的地方 例如辦公室 電腦桌前 好 隨身的皮包 每次看到它 不要忘記要觀想願望成真的模樣 等到願望成真的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放在紅包袋裡面 可以保平安 或者是呢 你想要拿到廟裡去 或者是那個時候再丟棄也是可以 但一定要抱持著尊敬跟感恩的心 然後你得來的東西 如果跟財富有關 別忘了布施一部分過去 那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幫助你完成日常生活中 很多大大小小的心願 什麼孩子不乖 或是老公上鏡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藉由這個金幣許願法呢 然後跟四面佛許願 都能夠得到好運 好 好 來 今天 所以我們今天要送出 最素效有效的四面佛 許願金錢母啦 就是剛剛老師特別介紹的嘛 對 而且因為阿飄月到了 大家可能很害怕 但是在點珠沙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用個轉運貼 上面有四面佛的皺紋 還有大象 你可以貼在身上 而且最有效的是說 它並不是像紋身是洗不掉的 它是可以過後洗掉的 如果你要招財 請貼在這一邊右邊的地方 壁斜呢 請貼在中央的部分 來 中央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的七個輪脈 頂輪 眉心輪 喉輪 心輪 旗輪 或者海底輪 對 然後左邊的部分可以招桃花 然後右邊的話呢 也可以招財 如果你通通都要 那就通通給它貼上去囉 好 我們要送出 五組給您 請一打0951 098 8888 來 我覺得這一組 有個人滿需要的 是 海中先生 是 來 謝謝 希望你能夠很平安 很順利 你們要聽老師的話 很快就會大紅了 好 一定 兩松三 四 哈 好 三 四 哈 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海中 好 也要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準收看 你好好玩 拜拜